这个小车了吗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坐这个 缆车 缆车了 因为一个人就要170哭呢 来看看票子 这样子很高大上的一张票子 两个人要340块 然后我真的很有点肉疼的 因为刚才我们去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卖书 和猫姐新一期的节目 这次我们将继续带着大家 游览克罗地亚旅游城市杜布罗夫尼克 麦书和猫姐从罗维里耶纳克要塞出来 吃了顿当地的午餐后 恢复好了体力 下一个目的地 就是能够眺望整个军岭城的SRD山了 要上山的小伙伴们请注意了 如果想和麦书一样坐缆车上山的话 直接到杜城北侧城墙马路对面的 杜布罗夫尼克缆车站排队坐缆车上山就可以了 车票到处有售 价格刚刚猫姐已经吐槽过了 不算便宜 排队的人还是很多的 我们排了大约40分钟左右才坐上了缆车 到山顶大约需要行驶10分钟左右 很快的 大家体验美景吧 除了缆车 大家也可以打车上山 如果人比较多的话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缆车站旁边有类似于出租车的私轮运营的七轮面包车 价格问了一下大约是50欧来回 然后我们现在在做这个黑光卡 缆车 背景的地方 底下就是最累的地方 哈哈哈哈 好了 很快我们就到达了SRD山上的瞭望台了 我们现在已经登顶了 在山顶了 对的 可以秒堪整个都罗夫尼克城了 对的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住的地方 还有我们早上去的要塞 整个SRD山的观景平台 是一个让游客休息放松的好地方 因此除了美景还有不少餐馆 这些餐馆面对着君临城而建造 大家享受美食美酒 真是不错的体验 兰儿猫姐在这里找到了 另外一些可爱的小家伙 今天味道猫粮了 特地去买了一袋猫粮 小咪吃得很开心的 他们肯定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猫粮 平时都是食不过福 鸡炖饱一顿 吃完了再给他们一点 和喵心人小家伙们说了再见 麦叔和猫姐开始探索观景平台周围的地形 由于观景台人头传动 加上缆车的电线阻隔了视线 麦叔带着猫姐寻找一个更加好的鸟侃位置 终于我们找到了这片山头 由于比较危险 麦叔自己一个人爬到了悬崖边上 好了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可以眺望军陵城的这个山上了 我后面的这个就是军陵城 然后我老婆呢她坐在那边 远处是巍峰的巍峰 有没有很巍峰 没有啊 不是也没有啊 我坐在那边好帅啊 我这个眺起来了可以看到 对啊 我这边这个窗子 你不客气啊 然后我们现在这里下就可以看到军陵城就在这个下面 可以看到她的城墙 这一圈全都是城墙 然后我们今天准备等日落 老婆我们今天准备等日落啊 六点半 那就不等了啦 好了最后俯瞰一眼军陵城 我们便往回走了 可能是由于前一天太累 体力不济 此时麦叔和猫姐已经想回家休息了 原因是我们后面一天还安排了短途游去剥黑 是时候保存体力 吃顿大餐啦 今天晚上我们又吃着同点了 今天我们有一个街边小店 现在他们这边的小吃点 就是各种 加热又有点热 吃鸡小吃鸡小吃鸡蛋 吃鸡蛋 吃鸡蛋 就是团鸡蛋 吃鸡蛋 这个鸡蛋 哇 看看底下这个油已经 底下这个油已经已经滋出来了 是牛肉的油 它用那个铁板炒的牛肉 上面都是蔬菜什么的 然后再放着它这个酱好吃啊 来看看这个酱 酱汁 哎呀 大便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吃得就碰碗一样 嗯 很火 今天晚饭呢 我们两个买了外卖 因为这两天在外面吃的太多了 一直说没有吃饱 我先咬一口这个 这个呢是tako 然后呢我这个呢是Fish Berger 从来没吃过 我这边的Fish Berger 尝一下 这个 嗯还不错 太扣里面 可以看到吗 Fish Berger还不错啊 鱼排 鱼排 好 好 我们开始大开朵鱼了 嗯 不错好吃了 真的好吃 好吃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这是一个牛肉的 牛肉是炒过的 我来尝一下啊 我来尝一下 鱼排汉堡 还这么大一个 嗯 很大一个鱼 蛮好吃的 虽然我觉得我吃不了 披萨吧 嗯 嗯 真的很好吃 嗯 嗯 你接下来咬大块 好吃好吃好吃 还有这个 其实我们想吃 今天 今天想吃亚洲餐 我在地图上面看到一家 韩国炸鸡店 有面条的 然后我们两个 7点多 就批店批店跑过去了 你看 那边门上写着 今天是星期天 他只做到5点 韩国人 韩国人不想多赚钱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一家 亚洲混合餐厅 在 在 在 这个 君临城的 比较南面 靠海的地方 我们两个人 又一路走到南面 去想吃那家 亚洲混合餐厅 嗯 那家 那家餐厅倒是开的 然后 顺利充其的好 我 他是那种 把位子全都放在门口的 他店里面其他 其实没有位子 座位的 然后我去问他 他说你 你有没有reservation 我说我没有 他说那 我现在帮你reservation 你大概等到9点左右 你可以坐过来吃 what 我们今天这点东西啊 两个tako加上这个pizza是155 600 然后这个 汉堡好像是68块钱 200多 152加68 200多块钱 200多块钱 多喝人民币吗 大概 也就200多块钱啊 哼 好了 感谢各位看我们瞎聊 无聊吃饭 到这里 下一期卖书和猫姐 要带大家去看看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娜不为人知的美景 包括神秘的瀑布 和古城莫斯塔尔 当然还有美食啦 希望大家到时候捧场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